首先要带来看一则相当温馨的消息 利安达平和联合会会计师事务所12号 捐赠了一部救护车给平林消防分队 捐赠人吴明怡与梁实惠夫妇一项热心社会公益 尤其梁实惠为平林的女儿 深刻了解家乡在救护医疗方面的需求 因此选择回馈乡里 希望乡亲能够获得更好的救护服务品质 为了回馈乡里 利安达平和联合会会计师事务所会计师吴明怡梁淑慧夫妇 一月12日捐赠了一部救护车给新北市平林消防分队 由新北市消防局主命杨正祥代表接受 杨主席表示平林位处偏远山区 紧急上病患必须送往新店或台北市的大型医院 路程遥远且山路崎岖 救护难度远高于都会区 但是平林当地的救护车已经使用多年 相当老旧且性能欠佳 急需太久换新 经常在出动 经常在跑 所以消耗的磨损的特别快 特别快 所以我们那个年限大概是六年 但是其实都不到六年 就会磨损的特别比较快一点 比较快一点 尤其是我们平林这个山区也算是多的 就是实际上是有那个需求的 而这次的捐赠人梁淑慧女士 母亲为平林媳妇 身为平林女儿 有感于家乡在救护资源上较为缺乏 加上了父亲梁三元生前 真真教会 希望子女一定要热心助人 于是在与夫婿 吴明怡失业有成之后 决定要捐赠一部救护车造福乡里 让乡亲能够享有更完善的救护医疗服务品质 平林是我的第二部乡 那我把我的第二部救护车 一样的捐献给新北市的平林分队 那么希望能够造福乡里 看到我们地方上能够有这样发心发愿 来成菩萨院 我相信这是我们地方的最大的福 我们在这个祖地有很幸运 今天我到在外拍拼 今天完毅来回报给我们地方 看到我们自己的争讨 所以我在这里虽然出个人来这做库长 不然伴过来 但是看我们地方好山好水都出好人 由丽安达手捐赠的这部平顶救护车 配备最新型的救护器材 包括了自动心脏电极器 铝式搬运椅 想要浓度分析仪 心肺复输电板等等 相信正式扶勤之后 必定能使平临地区民众的生命 获得更多的保障 记者身边张文琪 平临采访报道